嗨,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因为进入11月份就到了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雨季。 所以就请大家一边跟着我一起浏览一下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中心的街景,一边聊聊在赌场的工作吧。 最近节假日比较多,感恩节刚过,圣诞节又快到了。 祝大家都节日快乐,也非常感激你们一直的鼓励和陪伴。 其实以前我对这些节假日没什么感觉,但是这个感恩节有一点不同。 首先我买了一盒巧克力送给了我的一位同事。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他在赌场的一个加班活动中闲聊了几句, 我想我根本不会有勇气考虑财务部门的工作。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虽然有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的经验, 但是财务方面的工作确实是半点都没有。 他跟我说他们部门现在就在招聘审计员的职位, 而且他刚进到赌场工作的时候是做酒水服务员, 后来才转到财务部门, 还鼓励我说其实做审计员也不是那么难, 再说事事又无妨。 都说这个世界上信息是非常值钱的东西, 有时别人一个小小的分享或者建议就会改变很多事情。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试一试又不会损失什么。 在我们赌场我也试过老虎鸡部门的职位, 虽然有面试的机会, 但是没能得到。 现在看来是上帝另有安排呀。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现在的工作, 因为比较自由, 喝水, 吃东西, 去洗手间, 接听电话, 都不用跟谁请示, 当发拍员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是想喝水, 那么只能等到休息的时候, 想去洗手间也不可能牌也不发了, 马上就去。 需要主管或者是其他的发拍员, 替换你的位置之后才能快去快回。 最主要的是, 现在的工作让我学到了跟以往的工作经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非常地感谢我的这位同事, 真的是我的贵人呐。 我也希望把我的经历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希望在赌场的工作机会能让你有多一些的选择。 另外一件让我觉得这个感恩节跟以往不一样的, 就是我家大的孩子今年第一年上大学。 第一次回家过节, 一下子就让家里多了过节的气氛。 我们在家烤羊肉串, 涮羊肉, 去我们赌场的餐厅吃寿司和意大利餐, 真的是大吃特吃, 一下子就有了在国内过节时的欢乐氛围。 所以说, 孩子大了还得支持他们想飞多远就飞多远, 总是在眼前晃悠, 看着互相心烦, 偶尔回来看看把我高兴的又长了两斤肉。 最近, 我看到有朋友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问我说, 赌场总是上大业班, 会不会黑白颠倒休息不好? 首先, 黑白颠倒的上班肯定是会影响休息的, 但是赌场里的工作也不全是黑白颠倒的, 比如财务和人事部门就都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而且即使是需要上大业班, 也是可以申请转到其他的班次的, 但是这个需要根据赌场的工作需求和排队等候的人有多少而定。 我认为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不要先想找到工作之后的困难, 那样几乎迈不出第一步, 我觉得应该先想一下 为什么要找或者是换一份工作, 是否真的愿意脱离华人圈, 用英文去学新的东西, 或者是去适应新的环境。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会遇到别人说什么你听不懂的尴尬, 或者是遇到没有耐心和素质不高的人。 所以我才建议大家都开通自己的YouTube频道或者是写博客, 有事没事唠叨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我当时想在赌场里工作是因为这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能在美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有基本的收入还有福利保障, 有退休养老计划, 只要再添一点点的钱就可以涵盖两个孩子的保险。 工作中密集地使用英文, 英文想不提高都难。 谁能想到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全公司英文最差的那一个, 结果现在却在美国的公司里做起了以前在国内都不曾做过的内部审计员的工作。 不是我的英文强了, 只是得到了这个招聘信息, 琢磨了一下就去试了, 最后也就成了。 其实, 待在舒适圈活得也不差, 但是离开舒适圈去闯荡一下, 虽然辛苦, 但是会让自己多了在哪里都会活得风生水起的勇气和自信。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欢迎你们给我留言, 没准我的下一期视频就是回答你感兴趣的问题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爱你们, 拜拜。